大家好,我是小和 2002年10月8日中午12点13分 康涅狄格州警察局接到了一通奇怪的匿名报警电话 一名女子称 她的女邻居遭到了一个男人的袭击 警方根据报案人提供的地址 赶到了海岸线附近的高档海滨社区 在一个房门扮演的房子里 看到了恐怖的场景 房内一片混乱充满了暴力争斗的迹象 鲜血和碎玻璃粘连着铺在地面上 一名年轻女子倒在血泊虫 已经没有了呼吸 她的衣服凌乱 白色衬衫被卷到了胸前 身子周围乱七八糟地丢着各种杂物 很明显 这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殊死搏斗 死者名叫安娜 是一家医药公司的高管 据邻居们所说 安娜平日性格开朗 几乎没有什么仇人 可是 安娜此刻却遭到了残忍的过度杀戮 凶手还特意用刀往她的脸上刺了好几刀 看上去非常的仇恨她 凶手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安娜的男友呢 毕竟 匿名报案人曾在电话里强调 袭击者是一名男子 而且警方检查了现场 发现公寓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 财务也没有丢失 说明不是入室盗窃 凶手很大可能认识安娜 所以安娜才毫无戒备地打开门 让凶手进来 或者说 凶手可能有安娜公寓的备用钥匙 警方很快在案发公寓里 审问了安娜刚刚下班回来的男友 纳尔逊 但纳尔逊所说的证词 都能查到 她的确有着不在场证明 不过 警方注意到纳尔逊身上有伤 看起来就像是财和人打的一架 如果凶手就是纳尔逊 她为什么要刻意刺伤女友的脸 她又是如何创造出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呢 警方决定再次审问一遍纳尔逊 没想到纳尔逊居然在等待警方的时刻睡着了 这可太令人诧异了 她的女朋友被人杀害 此刻就躺在隔壁星红的地板上 她居然能够安心的睡着 但调查结果证明 纳尔逊的确一整天都在公司 她穿了一天的衣服上也没有血迹 即使她有再多的嫌疑 却仍不可能是谋杀女友的凶手 案件陷入了僵局 由于报警的电话号码来自犯罪现场接对面的一家餐馆的公用电话 警方只能挨家挨户敲门询问 试图找到那个神秘的匿名报警女性 现在只有她能帮助警方找到真凶 然而调查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没有邻居能够辨认出匿名报警女性的声音 她很可能并不是这个社区的居民 也许她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神秘女子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一个谜 调查再次陷入了停滞 直到五个月后 一个妻子在夫妻永序中刺伤丈夫的事件发生 才为警方打开了案件的突破口 2003年3月23日 纽约州彻维斯特县 一个名叫保罗的男人告诉调查人员 她和妻子希拉正在玩一种蒙住眼睛绑住身体的游戏 没想到 妻子突然刺伤了她 之后 妻子打了急救电话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救护车一直没有来 随后 妻子希拉载着她来到医院停车场 再次对她举起了手里的刀 警方很快拘留了希拉 在手机上找到了她的通话记录 令人惊讶的是 希拉根本就没有像她所说的那样打电话给警方 而是打给了一个叫纳尔逊的男人 没错 纳尔逊就是前面发生的谋杀案中 受害女子的男友 警方认为 这两起案件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联系 希拉会不会就是那个匿名报案的神秘女人呢 她和受害女子的男友纳尔逊究竟是什么关系 难道是他们两个人为了能够在一起 合谋杀害了各自的配偶吗 为了查明真相 警方对纳尔逊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试图揭示她和两个女人之间隐藏的秘密 纳尔逊拥有麻省药科与健康科学学院的博士学位 在2000年成为了普渡制药公司的药物开发工程师 也就是在这里她遇到了32岁的女同事安娜 安娜的家庭常年从事医疗领域工作 条件优渥 安娜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她毕业于哈佛大学 漂亮外向 充满热情 后来安娜转头去了位于新泽西州的另一家医药公司 没有女友陪伴的纳尔逊很快就耐不住寂寞 开始偷偷的和同事希拉偷情 希拉也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女人 曾在中东度过了14年 是制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之一 但是对纳尔逊来说 希拉只是她寂寞生活中的一点慰藉 她真正的爱情仍然属于安娜 于是在2002年6月 纳尔逊明确的告诉希拉 她对希拉不感兴趣 她不想再跟她偷情了 但是纳尔逊没有预料到 此时的希拉对她已经痴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据纳尔逊所说 希拉为了留住她 还专门买了一条狗让她帮忙遛狗 因此她后来常去希拉的公寓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亲密行为 只是牵着狗一起去附近散步 她多次劝说希拉 不要再对她抱有希望 可希拉认为 纳尔逊是她命中注定的男人 是她一生挚爱 如果没有纳尔逊 她根本就活不下去 她唯一感到幸运的是 纳尔逊还愿意陪在她身边 哪怕只是遛遛狗 随着2002年夏天的流逝 纳尔逊对待希拉的态度 变得更像是一个朋友 而不是希拉所梦想的爱情 事实上 希拉并不清楚 纳尔逊心里更倾向于女友安娜 即使她出轨 移情 但是她已经习惯了和安娜生活 而且乐在其中 为了摆脱情人希拉 纳尔逊决定把一名来自波士顿的朋友 介绍给她 以转移希拉的注意力 这招果然奏效了 希拉把她的欲望和注意力 重新集中在了纳尔逊的朋友身上 给她写了许多情意绵绵的电子邮件 然而 朋友告诉纳尔逊 她对希拉没有兴趣 求爱无果之后 希拉重新缠上了纳尔逊 她自愿加入了纳尔逊的工作组 成为了纳尔逊一直参与的项目团队的一员 跟着纳尔逊一起出差 纳尔逊后来表示 出差中 她跟希拉没有多少互动 她甚至从未说过 她爱希拉 也没有给希拉买过礼物 更没有带着她见过父母 纳尔逊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会让希拉以为 如果没有了安娜 纳尔逊就会跟她在一起 纳尔逊的这番话 完全暴露了她的渣男属性 她利用希拉满足欲望 同时又享受女友所带给她的安稳生活 事实上 纳尔逊从未和希拉谈到过女友安娜 希拉一直以为 纳尔逊和朋友住在城市的另一端 在纳尔逊看来 希拉和安娜互相都不清楚对方的存在 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希拉绝对清楚纳尔逊在和安娜交往 因为希拉已经不止一次的告诉朋友 她公司里有段浪漫的三角恋情 特别是2002年11月1日 纳尔逊和安娜去北卡罗来纳州旅游 正好遇到了希拉 希拉端抢着漂亮的安娜 嫉妒之火喷涌而出 紧接着一周后 安娜就遇害了 审问中 纳尔逊从未提到过 她和希拉的婚外情 她给了警方 她曾经约会过的两个女性的名字 却刻意的 有选择的 把希拉排除在外 纳尔逊后来解释说 当时他们的恋情已经结束了 所以她没有必要告诉警方 她和希拉在一起的事情 但是在案发后 纳尔逊很快收到了来自希拉的信件 希拉抱怨纳尔逊没有理由的逃离了她 让她悲伤而困惑 希拉似乎从没有意识到 纳尔逊只是把她当作普通的床扮 从未对她产生过任何感情 在希拉看来 当安娜消失之后 她和纳尔逊之间就不再有任何阻碍了 但是 纳尔逊的反应显然让她十分意外 希拉后来告诉警方 她觉得纳尔逊就没有能力和女人产生性以外的感情 纳尔逊必须要跳上床才能和女人打交道 当想通这件事后 希拉原谅了纳尔逊 并将这场谋杀视作重返纳尔逊生活的契机之一 但与此同时 希拉还有一名结婚了两年多的丈夫保罗 保罗和希拉相识于1994年的纽约州立大学 他们有很多共同兴趣 常常一起去玩耍看电影《日久生情》 保罗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男人 梦想着用教育和学历得到生活中他想要的一切 毕业后 保罗去了纽约市的癌症预防中心工作 希拉则前往纽约医学院共读硕士学位 此时 保罗已经带希拉见了父母 他希望能够尽早的和希拉订婚 但是 希拉却是犹犹豫豫 总推说自家有许多难以言说的黑暗秘密 不能带着保罗去见父母 更无法跟他结婚在一起 但希拉仍不断的和保罗见面 和他亲密 保罗不清楚是什么样的黑暗家庭秘密 会导致他们难以结婚 他曾怀疑是希拉家庭的信仰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1995年秋天 当希拉去看望祖父母时 保罗在家里接到了一通奇怪的电话 电话里的男人用浓重的中东口音说 我是希拉的丈夫 请你离我妻子远一点 最好能见面和我谈谈这件事 同天下午保罗坐在约好的地方 看见了他女友的丈夫法里德 法里德表示 他和希拉的婚姻最近出了些问题 但是他们正在努力的解决 换句话说 他们并不打算离婚 希望保罗不要再百废公仆 骚扰他的妻子希拉 一瞬间保罗的天塌了 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傻瓜一样 被希拉玩弄了 一段时间后 保罗接到了希拉的电话 希拉承认已婚 但他称他和法里德是包办婚姻 结婚的四年里 他一直无法和法里德 产生精神上的顾名 他们更像是熟人或者室友 他被困在一个没有爱的婚姻里 却因为家人的反对 而难以离婚 只有保罗才能拯救他 才能帮助他摆脱束缚 让他感受到自由和梦想 保罗此时也是爱情上头 他立刻决定站在希拉的背后 支持他度过离婚难关 他压根没有意识到 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1996年 希拉搬出了他和丈夫法里德合住的公寓 他泪流满面的告诉保罗 我毁了法里德的生活 他再也不能结婚生小孩了 显然 希拉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他表现出强烈的自恋症状 认为生活总是围绕着他转 所有的人都理所应当的 该喜欢他 希拉告诉保罗 他手里握着法里德幸福的力量 但他现在却不得不用这种力量 来刺伤这个可怜的人 法里德是个好人 只可惜他不喜欢法里德 希拉向保罗保证 他一定会和法里德提出离婚 保罗并不知道 事实上是法里德首先申请离婚 并起诉了希拉 而且离婚后的某天早上 法里德躺在床上 突然闻到了天然气的味道 他迅速的跑到厨房 发现燃气全部被人打开 后来希拉承认是他打开了燃气 当他否认计划谋杀法里德 不过不管怎样 1996年的秋天 希拉自由了 他可以嫁给任何他喜欢的男人 可离婚后的希拉很快陷入了抑郁 保罗劝说他去法国旅游散散心 没想到 希拉在法国遇到了一个男人 并跟他发生了关系 而保罗知道多年后 才知道了这件事情 从法国回来不久 希拉再次把注意力 集中在男友保罗身上 2000年5月 他们正式结婚 同年9月 保罗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流行病学的博士学位 希拉则投身普渡大学的工作 接着很快被调到普渡制药公司 也就是在这里 希拉认识了纳尔逊 纳尔逊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女友 希拉也从来没有提及过他的丈夫 一段时间后的某天晚上 希拉突然向丈夫保罗 谈起了公司里的八卦 他说 公司里有这么一段 三角恋关系 他有一个叫梅丽莎的女性朋友 爱上了同事 杰克 而杰克本身和另一个女人安娜 一直谈着恋爱 梅丽莎和杰克这两个名字 当然是希拉虚构的 分别对应着他自己和纳逊 也就是说 希拉把自己出轨 插足别人爱情的故事 当做娱乐讲给他的丈夫听 而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希拉每天都会谈论这段 不轨爱情 包括他们是如何相遇 并睡到了一起 她说 梅丽莎痴迷杰克 但让梅丽莎很不舒服的是 杰克一直不愿意和安娜分手 希拉有时候还会提问丈夫 为什么杰克要同时和两个女人约会呢 希拉认为 丈夫也是个男人 肯定能一定程度猜到杰克的心思 希拉痴迷于分析杰克 也就是纳尔逊的想法 急切地等候丈夫 给他一点建议 但是当丈夫说 梅丽莎应该离开别人的恋情时 希拉暴怒不已 甚至当着朋友的面 辱骂丈夫是个蠢货 等丈夫出门后 希拉热情地邀请纳尔逊来家里 一边喝酒 一边告诉他 自己离婚了 目前是单身 随着2002年夏天的到来 希拉变得越来越急切 他需要纳尔逊赶紧在他和安娜中 做出选择 但结果很明显 纳尔逊选择的女友安娜 希拉终于下定决心 要不惜一切代价 赢回纳尔逊的心 也就是这天晚上 希拉告诉丈夫保罗 梅丽莎想要监视杰克 因为杰克总称自己是单身男人 但梅丽莎窃听了他的语音信箱 知道他和安娜住在一起 梅丽莎希望我能跟着他一起去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保罗当然不知道 希拉在撒谎 也不知道所谓的梅丽莎 就是他的妻子希拉 于是保罗把自己的望远 静等装备交给了希拉 帮助妻子监视他的情人 事实上 在听了这么长时间 关于杰克令人作呕的 三角链故事后 保罗更希望 希拉能赶紧帮助梅丽莎 发现杰克不是个好人 临走前 保罗正宗的交代希拉 杰克是个人渣 你一定要让梅丽莎摆脱他 继续向前看 希拉点点头 去撤离开 保罗继续在家里读书 在保罗看来 两个女人因为监视 揭穿渣男 而产生了友情 并不是一件 十分牵强的事情 随后的几个星期 希拉回家时 总会向丈夫讲起 她和梅丽莎的监视进度 为了不被发现 她还会和保罗演练一番 以确定最好的监视位置 有一段时间 希拉甚至买了套开索工具 激划撬开纳尔逊的公寓 开索失败后 希拉在家里翻箱倒柜 找到了丈夫年轻时 为了当私家侦探 准备的窃听装置 把她装到了 纳尔逊办公室的座机上 不过效果依旧不是很好 到了秋天 被包裹在三角链中的希拉 忙得不可开交 她不断地向丈夫保罗寻求建议 但保罗已经对梅丽莎 和杰克的故事感到厌烦 她无奈地建议希拉 可以让梅丽莎去和安娜谈谈 毕竟他们都是成年人 还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他们可以自己处理问题 保罗相信 只要梅丽莎和安娜见了面 希拉就会放弃插手 别人狗血的感情 回归家庭 可保罗没有意料到 她的建议 给了希拉一条 解决问题的新方向 2002年11月8日 案发那天早上7点多 希拉坐在公司 打电话给丈夫 说梅丽莎已经坐到了 安娜公寓门口 在犹豫要不要敲门 保罗简直烦透了 生气地喊道 对啊 敲门就行了 你别管她的事情了好吗 10点53分 希拉离开了公司 然后在下午1点53分 返回了公司 这段时间 正是安娜被害的时间 下午4点 希拉打电话给纳尔逊的语音信箱 说道 祝你周末愉快 此日 同事告诉希拉 安娜被谋杀了 尽管希拉常常在三角链故事中 提到安娜这个名字 但她却从未告诉丈夫 安娜被杀了 对于希拉来说 安娜这个绊脚石已经成功的被她搬离了 然而 当希拉坐在沙发上和丈夫保罗吃着外卖时 她突然意识到 第二个障碍 保罗还存在着 她不想再搞婚外情了 因为真的非常累 但是 离婚又是一件麻烦且痛苦的事情 特别是对她的家庭和宗教来说 她该怎么让保罗离开呢 毕竟 去接公主的时候 白马上不能骑着两个王子 2003年1月 希拉邀请情人纳尔逊出去滑雪 他们再次睡到了一起 而且因为安娜的离世 希拉成为了纳尔逊哭泣的肩膀 纳尔逊后来告诉警方 希拉是她认识的少数愿意谈论安娜死亡的人 毕竟 大多数人都觉得她是凶手 也想尽办法的避开她 随着和纳尔逊感情的回温 希拉越来越急着支开丈夫保罗 她几乎每隔一个星期 就以哥哥要来的借口要求丈夫离开一段时间 几次之后 保罗终于忍无可忍 生气地告诉希拉 就算他哥哥再不喜欢他俩的婚姻 他也不可能再离开公寓了 两个月后 希拉把一袋药丸递给了保罗 说里面是对他有好处的维生素和补剂 让保罗务必每天吃八片 保罗照做了 当晚保罗心跳加速彻夜未眠 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第二天早上 保罗告诉希拉他不想再吃那些药了 希拉只能作罢 后来 警方在那些药里发现了大量麻黄 麻黄里含有的麻黄剑会让中枢神经兴奋 也许 希拉曾想诱使保罗心脏病发 但没有成功 2003年3月23日 希拉又想出了新的计划 他向保罗撒娇 称自己设计的一个绝妙的夫妻游戏 就是把对方绑起来 蒙住眼睛 让他猜自己手里的东西 保罗同意的 令人意外的是 当保罗被蒙住眼睛绑起来后 希拉从厨房里抽了把刀走了过来 狠狠地刺向他的胸口 保罗看不见东西 但能感受到疼痛和鲜血 他慌忙问希拉发生了什么 希拉不断地道歉 称出了点意外 保罗的胸口越来越疼 可他仍被绑着 他恳求希拉赶紧报警 叫救护车 最后 他听见希拉对着电话说道 我的丈夫受伤了 你们快点过来 保罗并不知道 希拉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警方 他骗说保罗 接线员派出了两辆救护车 但保罗一直等了好久 都没有等到任何救援人员 希拉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躺在地上 然后走出房间 打电话给情人纳尔逊 约他晚上过来吃饭 毫无疑问 希拉在等候保罗死亡 可保罗强烈地求生欲 促使他外出求救 他逼着希拉开车 带他去医院 希拉没有办法将他扶上车 等到了医院的停车场 希拉走下车 拿起准备好的刀 准备给虚弱的保罗最后一击 保罗现在亲眼看到了锋利的刀刃 他终于明白 他的妻子想要谋杀他 他用尽全部力气抓住希拉的手腕 恳请希拉放手 趁着希拉犹豫期间 保罗突然看到了两个人站在路边 他连忙大喊救命 希拉也害怕了 他放下刀对着两个路人慌忙地解释说 他袭击了我 幸运的是 两名路人里有一个是中院医生 他们匆忙联系了急救人员 将保罗送进了急救室里 手术结束后 保罗告诉警察 我的妻子想要杀了我 希拉随后被捕 罪名为严重伤害罪 警方检查了希拉的手机 发现在丈夫保罗受伤后 他压根没有打电话报警 而是打给了纳尔逊 2003年3月27日 警方再次和纳尔逊坐到了一起 在警方看来 纳尔逊的女友死了 而纳尔逊和希拉作为情人关系 有着强烈的犯案动机 但是纳尔逊仍然否认 他在谋杀案中的角色 称他对女友安娜的死 一无所知 那么希拉有没有可能 为爱犯下谋杀呢 警方把一开始的匿名报警电话 交给了语音分析专家 结果显示 这名神秘报警人正是希拉 警方随后搜查了希拉的公寓 找到了两把电击枪 一些开锁装备 以及夜视镜和录音设备 警方猜测 也许希拉对纳尔逊非常着迷 所以他才会跟踪 监视纳尔逊的女友安娜 并趁机谋杀了安娜 事实上 希拉并不需要什么开锁装备 安娜很可能自己就会给她开门 这里就解释了为何安娜的家里 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 以及凶手为何没有拿走她的财物 因为凶手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抢走她的男友 但问题在于 到目前为止 警方手里的证据全部都是间接的 可难对希拉造成伤害 他们只能重新回到现场 走访安娜和希拉的邻居 等候新的证据出现 而这一等就是四年时间 期间希拉因为谋杀保罗未遂 被判25年监禁 2007年底 警方终于在受害着安娜公寓水龙头 把守的一小块血迹里 提取到了属于希拉的DNA证据 如果希拉真如她所说的那么无辜 她的血为什么会出现在安娜的家里呢 毕竟她和安娜并无交集 更算不上熟人 2008年12月29日 还在监狱服刑的希拉被控一级谋杀罪 此时 距离安娜被害已经6年了 审判于2012年1月开始 希拉自信的拒绝了辩护律师 决定自己辩护 她还没有意识到 她的傲慢和自恋 会让她面临终身监禁的惩罚 法庭上 希拉的丈夫保罗作为证人 详细描述了妻子告诉她的三角恋故事 没错 任何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会发现 故事中的安娜是这段三角恋中的阻碍 是她让捷克和梅丽莎不能在一起 但希拉告诉陪神团 这段三角恋故事仅仅是她的幻想 并不能说明这是真实发生的 不过 希拉并没有解释 如果不是真的 那么她的公寓里为何会出现开锁 监听等设备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凶案发生的前后时间里 希拉没有任何不在场证明 但希拉自信满满 她对丈夫保罗进行了交叉盘问 要求保罗详细地谈谈她所记得的事情 希拉天真的以为 只要她谈论一个话题的时间足够长 陪审团就会抛开事实 转而相信她的谎言 随后 纳尔逊走上了证人席 讲述了和希拉相识相知的过程 她表示 早在谋杀案发生的几个月前 她和希拉就走到了尽头 她怎么会知道 希拉会为了挽回她 而谋杀女友安娜呢 纳尔逊说 她甚至都没有带希拉去过她的公寓 在接下来的盘问时间 希拉把矛头对准了案发时候 纳尔逊身上的伤痕 暗示陪审团 纳尔逊才是谋杀安娜的真正凶手 她的语气里充满了怨恨 似乎异常的痛恨纳尔逊对她的抛弃 2012年1月31日 检方提交了将近50份证据 其中包括希拉的匿名报警电话 她对安娜的仇恨 跟踪和监视 以及她在浴室水龙头上 留下的法医证据 2012年2月10日 在经过商议后 陪审员认定 希拉犯有谋杀罪 得知结果的那一刻 原本自信满满的希拉 颓然的坐了下来 在胸口划了个十字 似乎难以接受这样的判决 2012年4月27日 谋杀发生10年后 43岁的希拉被判50年监禁 加上她之前因为谋杀丈夫 被判的25年监禁 她将在2079年 才有机会获得假释 但按照她现在的年龄来看 她基本很难活着走出监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全部过程 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